压力一点点弥漫向自己的身体之上 再加上水汽浪涛一次次的澎湃着 带给他们那种窒息一样的感觉 让团队当中以及两方阵营的所有人倍加难受 小花的天使领域也并不能在这样一种特殊情况下维持太久 因为她也需要保持足够的体力来配合许阳后续的动作 根本没有心思将所有的力量 全都用在保持天使领域的稳定性上 那样做实在是收益太低了 就是现在 徐扬突然发出一声呐喊 这一刹那间 那一道长达百丈的玉古神剑终于在崩碎边缘 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虽然这一剑崩溃的力量足够强大 以至于彻底掀翻了海浪的节奏 看样子被困在水下空间内 属于碧气状态的众人全都因此而压力倍增 可是换个角度思考的话 徐扬这一剑崩出去 能够创造出来的绝对静止空间 也能够长达一分钟之久 就是现在 能不能成功的话也要试一试看 要是真的没办法 我也算对得起它下了 徐扬脑海中闪过了这样一个念头 像它这般霸道而自信的人都没把握 证明两大神职法则同时实战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在理论上讲 三大神职法则的传承根本不同于属于一个人 也就是说这三种功法力量的极致 基本都是各自属性领域当中的巅峰造诣 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三个人之间各自创来的法则力量 理论上是绝对不可能将它们融合到一起 并且产生正能量的作用的 然而这一次 徐扬偏偏要逆天改命一波 他想看一看这两大领域的极致法则 爆发出来能够产生怎样的反馈 想要将不同属性的功法力量完全融合 硬碰硬肯定是行不通的 要用巧劲学会动脑子 才有可能收获自己想要的结局 徐扬脑海当中闪过了这样一种念头 与此同时 他左手驾驭大地法则 右手驾驭海洋法则 两种法则的光芒同时凝聚的一刹那 天空之上最中间的位置 惊雷乍响 狠狠劈到了无尽深处的海域之下 徐扬的头顶 与此同时 这家伙像是突然开启了暴走模式 发了风一般的强行运行左右双掌当中的法则力量 至于这一波并没有给徐扬带来更加过分的后患 原因很简单 他从来不打无把握的仗 然而这一次能否同时驾驭得了大地法则和海洋法则 就连他自己也没有一定的认知 说白了 他就是在用所有人的性命绑在一起进行了一次命运的抉择 好在命运之神这一次站在了他们这一侧 大地法则与海洋法则共同处于激活状态被成功利用 同在这一刹那 徐扬将这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用在了这片战场当中 终于两大截然对立的法则在徐扬一所一又掌心之中疯狂凝聚 并且几乎同步开始进化 最终深深地封印在了这片海域深处 借助徐扬的精神力来影响周围一切生物的状态 果然没多久 徐扬便从这两道几乎完美的法则当中得到了他想要的 就是现在法则融合 徐扬突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刹那间 徐扬的瞳孔都在这一刻变了颜色 左边那个代表着海洋法则的 凝聚出的是碧蓝的颜色 右边那一只代表着无比强大的大地法则 凝聚乃是鹤黄的颜色 不得不说 这小子打扮起来倒还是有几分英军 不过这些显然都已经不重要了 如何能够帮助团队众人 以及身边的这些投降过来的剑客追随者们摆脱危险 才是徐扬的当务之急 整个法则融合的过程持续的比较顺利 并没有遇到什么 连徐扬都出现了相当棘手的问题 就已经完成了相对融合的状态 只见徐扬就凭借掌心之中 这两道法则之光 凝聚出了一道所有人的 分外熟悉的龙头形态 这道巨大的金色龙王 围绕着团队众人不停地打转 最终冲天而起 转眼消失了踪影 而当身边这些带拯救的家伙们 再次睁开双眼 恢复平静的时候 他们这才看到 不知何时 徐扬的身边已经被一道 无比精致的两道法则 包围在一起的巨大图腾所覆盖 而其他的每一名团队成员 全都被卷裹在这个 巨大图腾法则的力量中间 随着徐扬的精神力引导之下 在这法则巨龙魂的帮助中 重新回到了地面上 天哪 这也太刺激了吧 老大 如果你没有打出 最后一波强大的巨龙法则的话 恐怕我们这些人 都要隐落在水下深处了 据我所知 这个地方所沉睡的邪屋 就有十几种啊 那根本不是凭借超强的个人实力 就能够抗拒的存在 阿诺的传音精准地传递到了团队当中 每一个人的脑海之中 大家也纷纷对徐扬这一波操作 愈发的心悦诚服 对他整个人的人格魅力 暗暗地竖起了大拇指 没多久 这条法则巨龙魂冲天而起 稳稳地将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 放在了地面上 而后又自顾自地悄然消失 整个过程彻底看傻了团队两方的所有成员 甚至在剑客阵营当中的几个年轻刚入队的小子 都没弄清楚 徐扬到底该是怎样一波操作 能够完成这逆天之举 曾经在我们忠于皇族有过传言 谁要是能够以死囚的身份 挣脱情人城地牢 就可以封他为将军 浩阳老大 我说你现在就可以去应聘一个将军的职位了 这样岂不是就能够和其他忠于皇族的想法一样 统一千军万马了 徐扬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已经说过了 我对营州大陆当中的这些皇权贵州 根本就不感兴趣 我所追求的东西 虽然你们也不会了解 总之 咱们今天逃出来了 不管是我这边的兄弟 还是来自剑客阵营 原本对立面的诸位 也都可以获得自由了 重新选择自己命运的走向了 当许扬说出这样一番话的时候 想象中的那些人欢呼雀跃的样子 并没有出现 而是在老七剑客的带领下 扑通一声再次跪在了徐扬的面前 身边每一名剑客侍卫们 也都做出了如此动作